嗨,各位好,看刚才那大哥那把炸了 他炸的那些东西都是他自己花钱买的 为骂的,总体来说就一句话 王不好党七男生 这截就是干嘛的 这截是炸动那大哥 他千尾尤的标节 警察正跟他了解情况 这截告警察 他表妹跟炸动这截然大哥 一个行几千分手了 这大哥走的时候呢 把他自己动都带走了 可是呢,今天他又来了 带着他表弟,俩人来的 开这辆大皮卡 为骂呢,他说啊 里面还有好多家具啊,电器啊 都是他花钱买的,他得拿走 结果他那签订有 打电话就给他标节叫来了 为骂呢,他标节啊,有吃枪症 可以带枪 他标节第一枪就来了 怕他表妹吃亏啊 这咋懂一大哥呢,也知道 他标节上带着枪了 这哥们呢,就是那个大哥他表弟 打电话这就是他前女友 警察问他,你要的别的那什么 接着我得正做头发了,发卡 警察说吓我一跳 我以为你让人给捅了,看着跟倒霸似的 其实这警察这么说 他就是开一玩笑 想缓和一下气氛 你们借着往后看 这警察啊 一直是以看热闹的警察 在这执罚呢 警察问他姐姐,你们这怎么回事 姐说一个星期间 他把他衣服骂了都拿走了啊 然后给我发了一个信息 说他搬走了 我们结束了 今天呢,他又回来了 他说这些家具垫气嘛 都是他买的 他说拉走 我们俩当初买东西啊 都是一言一半 这些东西我也付钱了 当初我们半戒来的时候 我花了五千朵 那大哥在那边一听 你放屁 那朵都是我花钱买的 这姐姐说 那根本就不是你的 警察说你们俩别吵了 挺多的 在这那大哥气氛上来了 那警察 他妈,店管转事是吧 你这说话那么没礼貌呢 大哥一听 赶紧跟警察道歉 对不起 拜托,我不是那意思 这种都是我买的 我紧来拉东西来了 他帮我筋 哎,看着药里边的东西了吗 他拿那玩儿捅我 说半天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哎,那姐姐他处鬼了 让这大哥给打一现行 大哥一生气 头脑一热 手手手的东西啊 走了 告诉这姐姐 咱俩结束了 可过了一个星期呢 这大哥冷静下来了 一想 不对啊 他那不好的洞 都我花钱买的 我拼买留给他呢 哎,他就带着他表弟啊 两人过来拉东西来了 你说他就想让他拉走吗 不可能啊 结果俩人打起来了 报警 警察来了 警察告诉大哥 像那种电气啊 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 没法分割 你怎么分割 他不像钱 烟一半 这东西不能烟一半啊 大哥说 记得我的 警察说你先闭嘴 听我说完了 你们这属于啊 民事酒粉 所以你们俩跟我说 谁花钱买的 没有用 我也证明不了 到底谁花的钱 明白吗 警察说的对吗 警察说的对 可没用啊 这俩根本就不听警察说的是吧 哎 都互相卷 这一说呢 都我买的 这一说臭不要连的 你还好意思说那是你买的 你要连吗 哎 俩人一通卷 假设你们俩钱挺滚精吗 啊 你们俩能不能好好商量 看看这事怎么解决了 他对象那表姐说呢 哎 咱回来咱同行算算账 挺好的 这主意不错 大哥说我不敢算 我现在就得走 他对象说你现在都不在这住了 你有什么权利回来拿东西 你懂一个礼拜欠你都拿完了 今儿没你东西啊 大哥说谁说我不在这住了啊 我还有住月呢 他对象说你现在走了啊 你自愿离开了 大哥说你甭给我废话 我紧就来喇我动你 说大哥就尽情要搬东西 他对象呢 就在这个楼梯口这儿当的 不让他办 眼看这俩就要动手 简安说你们俩先停下啊 你们干嘛都行 但是不能动手 谁要是敢动手 我立马转人 大哥说那在那儿毒的 我怎么办 警察说我也没办法 我没有权利让他挪开 我也没有权利阻止你搬东西 他对象说反正我不挪开 简安说行 那我们先走 然后跟他表姐说 也就这意思了 我们也没办法 你们还是得自己解决 在这儿得大哥怒了 咱那头连卷带骂啊 和他对象在楼梯那儿站着 救不挪开 他的骂也没用啊 警察来劲了 他又不敢动手 再说他表姐那儿还有呛 就为大哥气实在没受念了 开始扎东西 把那大混杆机啊 咕往这扔上来了 一边扎一边问警察 我扎了他行吗 简安说这也随便 你自己动去 你这也不犯法 随便扎 这时他对象一看 他开始扎东西了 他对象也不拦着了啊 也不站台阶那儿了 他对象进去了 我估计大哥现在也气迷了信了 他对象已经不在那拦着了 他现在其实已经可以从那楼梯啊 把他那些电气罵都扮走了 可是这大哥现在已经气迷了信了 这东西不要了 他还不办了 挺狂浪往下砸 一边砸一边麻吉 他对象这点又出来了 问警察 他在这儿砸东西你们也不管 警察我们咱不管 你跟你表姐刚才也承认了 足月里有他 所以我们也没办法 我没法阻止他 他那么做不犯法呀 他对象说太好了 随便砸 老娘有的事情 分分钟换一套信 这姐这么一说 这大哥更生气了 把那鹿子洗一计 赶一计 挺狂又咋一样 这些警察在这儿都看着 谁也不管 因为他们认为这不犯法 可我觉得这最起码你这 乱丢杂物 这个应该犯法吧 甭管怎么说吧 这大哥虽然没把这些东西拿走 但总算啊 也没便宜他千里有 也算是出了一口恶气吧 视频里这些警察我觉得挺流鼻 一直秉持着啊 不鼓励 不惨于 看热闹的形态来处理问题 好在最后啊 这矛盾并未计划 没出人命 这大哥流离对破腊 然后开了皮卡走人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儿 谢谢大家观看